好,主席,各位在場的女士先生,主席幫我請八家關股銀行 好,八家關股銀行的董事長,部長總經理,請 我想各位,今天我們召集,召委會排這個題目,就是可能我們跟大陸的這個福茂協議可能談不成 至少短期之內談不成 我想今天機會難得,我想請教八位董事長或者是負責人 如果我們服務貿易協議簽不成 您認為對台灣的經濟,認為無所謂的請舉個手 那反過來問,你認為對台灣的經濟會有影響的請舉個手 好,請放下 那在同樣的一個問題,如果福茂協議簽不成,對台灣的金融業,這跟你們有關了 好,會有影響的請舉個手 好,那我就請教八位,八位剛好我們李董事長,李基督作長還當銀行工會的理事長 我請問你啊,你們最近幾個月,你們銀行工會都做了一些什麼樣的努力,什麼樣的宣導 我們除了在我們的理監事會通過一個決議,就是我們銀行工會全力來支持福茂協議之外 事實上我們也配合做廣告,而且跟金總我們開始走入校園,走入校園去宣導福茂 好,那至於我們自己本身呢,我也辦了這個北中南區,我自己的銀行,我們辦了北中南區的座檀 也特別請了經濟部來講 你們這個座檀是什麼人去參加座檀 我們邀我們的客戶 啊? 邀客戶 所以各個銀行都分別去跟他們的客戶去談 我不曉得其他銀行,我是說,剛剛後面最後這一項是我們自己銀行 在做這樣 我的感覺啊,好像你們只有去,有的銀行,還不是每個銀行啊,出點錢登登廣告 而且我在講白了好不好 我也,今天會問這個問題,我當然去打聽清楚了 我請問一下蔡友才董事長,跟沈玲瓏董事長,你們兩位 分別講,你們對福茂的這個,這個觀念的介紹,你做了什麼努力? 報告委員,我們從一月份二月份開始,第一波是先向同輪在北中南 對同輪講習這個福茂 對行人做內部宣傳 辦了另外,第二個辦了三場的客戶的 的先導311位參加 真的嗎?你都有參加嗎? 董事長,你都有參加嗎? 我負責記者會的曝光 你負責什麼? 負責對記者會媒體寫文章 我跟你講,我只有看到昨天還前天 你跟沈董事長兩個人才對福茂表示意見支持 之前我都沒有看到,其他的董事長我還有看到 我為什麼請你們兩位講 你之前我在報紙上沒有看到你有任何的支持的意識 沈董事長我請教一下 你們何庫,你做了些什麼? 跟會委員說明一下 對著麥克風講 麥克風靠近你的嘴巴 我們今天寫的這個資料裡頭也跟這個蔡董事長一樣 我講你做了些什麼 我再講一遍 我只有昨天還是前天在某一個報紙上看到 你們兩個有分別有對福茂表示支持的意思 其他我從來沒有看過 其他後面幾位都有 而且還不算爽 你呢? 你的貢獻,你是不是反對福茂? 我剛剛你問的問題我已經都舉手表達了 我跟你講,心裡做的 你至少要做出來看嘛 你做了些什麼 我是這樣 我們該做的我們都做了 另外就是 你做了些什麼 在我們的資料裡頭 我們對內對外的宣導都有 而且對我來說 你做了些什麼 聽不懂嗎 我說你做了些什麼 你沒做嘛 你要求你們銀行其他人做 你做了些什麼 那個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李基柱,李理事長 請問啊 光你們內部去處理 平常講 從行政院 經管會 財政部 立法院 我們大家都做了很努力 看不到你們在做努力啊 請問你們的工啊 工作的工 你們工會 有沒有反對 先付 這樣好不好 八位八家好 我請教一下 你們的工會 公開反對的有沒有 沒有 我們的沒有 有沒有 有反對的請舉個手 我覺得 福茂 如果說大家覺得無所謂 我們去努力幹什麼 而且 平常講 我們跟民意長的 委員 大家 在這個場合 衝突了多少次 我們 所謂何來 平常講 無非就是為了 台灣 至少今天來的是金融業啊 讓你們金融業 可以 擴大的發展 讓你們金融業獲利多 讓你們年中獎金多 讓你們 讓你們的 各個員工 年中獎業多 目的是這個 可是平常講啊 至少我今天點名 蔡同事長 跟沈同事長 你們兩個努力太爛 主席時間 暫停一下 我 接著 我想請幾個 工會的理事長 我們請 兩位首長 還有 李基諸理事長 還有這個 鄭俊 同業工會的理事長 還有 文壽跟財賢的理事長 還有 曾主委 張部長 還有兩位 另外 其他七位的 銀行的 這個 所長們請回 好 除了李理事長以外 其他的 關股 我們的飯關股 總司長 總經理可以請回 請 我想請教幾位 這個 我們簽訂福茂 你認為在國安上的問題很大的 請舉個手 國安問題很大的 歡迎大家 各位沒有舉手 那我也要請教一下 如果要重啟談判 老共會接受的可能性 請舉個手 這個我想請 分別請教一下 我們從證券的 李理事長來講 請問一下 你們的工會 跟 你們所屬工會的那些 券商的 工作的工會 你們都做了些什麼樣的努力 我想這個 我們證券不管是 公司或者是工會 只登那個廣告 除了廣告以外 我們這個 事實上 具體的告訴我 做了一些什麼樣的努力 OK 我們就最近來講 我們會員大會 是在三月份召開 那事實上 我們會員大會 通過一次的結議 那麼 就是 敦請政府 趕快簽署胡帽協議 支持胡帽 聲音很小 請政府 你們有沒有 站出來去支持政府呢 是的 我們確實 有嗎 有 講過聽你看 好 那麼在會員代表大會裡面 我們就 通過正式的結議 來 這個支持胡帽協議 另外呢 所有的金融業 包括這個 銀行 證件 期貨 還有這個信託公會 通通在我們證件公會 你有講 我講在座的各位委員們 大家 心知肚明 你們 我覺得你們的聲音 非常的微弱 應付應付 我請教一下 仁壽 或者殘血的兩位 兩位理事長 你們的會員裡面 我講是 公家的公的會員裡面 有沒有公開或私下的 在反對 我們的這個這個服務 有沒有 你是 壽血 我是殘血 殘血 請問殘血 你們有 有沒有會員裡面 在私下或公開 在反對服務呢 據我所知 應該 沒有了 應該 應該比較少 仁壽 沒有 我都聽過 我就不願意點名是誰 那個老闆是公開反對 在私下公開反對 平常講 在座的各位 我們金融界的朋友 如果說你們這樣不提起 無所謂 真的是 別人好像 我們兩位 兩位首長 人家忙 人家真的 這個非常非常努力 如果說你們也不去努力 最後努力了 你們還覺得他們努力不夠 我告訴你 告訴大家 隨便你們 主題時間 暫停一下 好不好 我請兩位首長 另外四位公會領事長請回 我請那個 何庫的 那個張部長跟曾主委 何庫的董事長 哎 張部長 主委你們來 兩位首長留下來 還有何庫的董事長 請 曾董事長 兩位首長 我在財委會啊 今天是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 我要求何庫 針對中校東路的房子的抄帶案 給我一個報告 好幾個月了 他報告什麼時候 可以把他交出來 張部長您先說 我有找沈董事長來 他說他有報告 有要跟委員的辦公室聯繫 大概有交到委員的組 沒有 是 好嗎 曾主委 他的報告什麼時候 可以把他交 超大案 什麼時候可以把他交出來 我們也一直在要求何庫 他該處分的不是我們應該處分 我們也希望他儘快 能夠拿出一個 沈董事長 請問你什麼時候 可以把他交出來 超大案 菲委員 我們的報告已經跟您辦公室 有溝通過 我不要溝通 我要你報告 溝通什麼 一個必要有什麼好溝通的 我在這邊要 嚴重的警告你 張部長 兩個禮妹 你不處理他 我就把它處理掉 好 謝謝 謝謝